你说这像不像黎明 这像你顶个这么好 有没有考虑去拍三级片的 我告诉你 我不爱拍三级片 要拍也只会拍功夫片 你是哪个 现在多大都不出来 让小的出来顶啊 就撤击出来 不过香港影团中 最嚣张的反派之一 他长相酷似林明 从小习武 练就一身武艺 出道就拿下最佳新人奖 在成家班 带了十几年不温不活 出演了周星驰的一部电影 仅凭一句台词 就能一直火爆到今天 足以见证他的嚣张实力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加入空手道部门 不过要先经过选拔 因为我只会训练精英 绝对不会接受乐 看我干嘛 你把我当乐色 他就是大师兄林国斌 最有热爱功夫的林国斌 从小就被父母送去武术学校 学习武术 长大后的林国斌 凭借着一身童子弓 开始做起立名龙虎武师 和大多数龙虎武师一样 最开始林国斌也只是替身 替主演完成一些高难度动作 连个露脸的机会都没有 直到1984年 24岁的林国斌 终于接到了人生中的 第一个小角色 他在麦当雄指导的犯罪动作片 《省港骑兵》中 饰演了一个龙炮警察 虽然电影中并没有多少戏份 但林国斌的帅气的外表 和行云流水的动作戏 还是引起了成龙大哥的注意 1985年 林国斌受邀 加入成家班 并逐渐开始 客串一些小角色 1987年 林国斌再次受邀 参演《省港骑兵2》 并在里面饰演男三号 一个为了破案 潜伏在犯队团伙的警方握底 吸睛声 可惜最后被同事出卖 英勇牺牲 这部写实风格的电影 不仅开启了香港警匪黑帮片的辉煌 更是让林国斌一举拿下了 第七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新人奖 要知道 当年喜剧之王周星驰 也只是在第八届颁奖典礼上 提名的最佳新人奖 这足以证明林国斌的演技 受到了当时大部分观众的青睐 原以为获奖后的林国斌 视野会一帆风顺 但可惜 他在成家班始终饰演的 都是些不起眼的反派打手 1988年 成龙拍摄《警察故事》 林国斌饰演一个反派打手 电影中 他不但是败了何家斤 还一脚踹飞了成龙 1991年 成龙推荐林国斌 参演动作电影《火爆浪子》 这也是林国斌 唯一一次以主角身份参演 虽然林国斌表演的十分卖力 动作戏也非常潇洒 但可惜 影片剧情俗套 上游后并没有引起多大水花 林国斌还是没能够活起来 小子 我看你 到了1992年 成龙为了打进国际市场 成家班宣布暂停电影 林国斌的事业也虽之陷入低谷 但好在梅艳芳欣赏他的才华 两人相恋 并同居在一起 只不过这一切在外界看来 都以为是梅艳芳包养林国斌 说他是吃软饭的 这让林国斌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1993年 林国斌与梅艳芳分手 本以为会就此离开演艺圈的他 却在1994年迎来转机 当时周星驰仇拍《破坏之王》 本想着邀请黎明来出演 《断水流大师兄》这个角色 可当时黎明正值最红的时候 档西邀约拿到手软 根本抽不出时间克战配角 正当他为配角感到发愁时 周星驰的好友蓝杰英告诉他 我有个朋友是低配版的黎明 你要不试一试 因为他和蓝杰英是friend来的 那时候我和蓝杰英都整班 不关于他都整班在一起 就找我有套戏 那个角色就很合我做 周星驰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两人一见面 周星驰就拍手叫绝 这人简直就是从漫画里抠出来一样 角色就是叫做大师兄 那个漫画 他那个样子是和一不一样的 他脸是黎明的脸 但大师兄还得会武功 于是又掀开了林国斌的衣服 在确认林国斌没有坠肉后 星驰被连忙解释道 因为原著中的大师兄 是一位空手道冠军 全身肌肉八块货肌 紧接着星驰又要求林国斌 展示了无数公敌 在看到林国斌干净利落的身手后 星爷当即邀请他出演片中的大师兄一决 然而在拍摄爆打黑熊这场戏时 林国斌看着剧本中的台词 总觉得不太对劲 他认为这段戏还是太保守 完全没有体现出大师兄的心狠手辣 目中无人的特点 于是他便向星爷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将大师兄原本的台词 改成了这段非常经典的挑衅台词 除去星爷电影的都知道 但凡是被他看中的配角 电影上有好多的意外爆火 果然不出所料林国斌不仅演出了段水流大师兄的凶悔 他与周氏无厘头的风格融合的非常丝滑 更是为电影奉上了一句千古鸣梗 这之后林国斌彻底名声大噪 片约更是直接接到手软 1994年在新英雄本色中 他再次饰演阴险的反派人物 从开始的懦弱不露声色 到最后凶相毕露 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凶神恶煞 刀片搁在你的脸上 中间会留下一条翻起的肉 最有名的整容一程都不无聊 再问你一次 唐军在哪里 红罗王长发子更是被林国斌 气到了没脾气 我送你一程 1995年在苏丹龙威里 林国斌还与李仁杰教授 并将自身无懈可击的灵力推法 充分展现在官生面前 1998年 在梁朝伟吴梦达主演的犯罪片 黑玉断肠歌中 林国斌饰演了一位毫无人性的预警 并在片中不断地折磨梁朝伟 凶神恶杀的面孔 让观众愤得咬牙切齿 你以为你是谁 你只是个囚犯 囚犯 囚犯连狗也不如 把他嘴敲开 抓住他 进入2000年后 随着香港影团的没落 林国斌也逐渐淡出演艺圈 直到2007年这一部导火线 观众才再次见到了曾经那个嚣张的大师兄 只不过刚出场没多久 就惨遭邹昭龙饰演的托尼暴动 纵观林国斌的演艺生涯 一出道就拿下了当年的香港金像奖最佳新人奖 更是梅艾芬亲口承认的第一任男友 腾龙 李连杰 甄子丹 周比利等一众功夫 都给其一脚开飞 他的渐渐的语气 加上的嚣张的表情 至今依旧活跃在各大网络平台 放眼整个港片江湖 恐怕也只有乌银哥能与之匹敌 欢迎在片子区交流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连杰